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解的題目是 有一個反應 如圖屬式 當溶液中的 2m的x跟1m的y反應 達到平衡的時候 可以得到0.5m的z 那如果由1m的y 要自備0.9m的z 則溶液中所需 x的最低初始濃度 為何 我們講這題之前 我們複習一下 用到什麼樣的概念 你會在講義裡面 看到這樣的文字描述 是有關於我們的平衡常數 跟平衡定律式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 是我們意義的部分 平衡常數跟溫度有關係 所以我們一定要定溫 反應要平衡一定要在密氣冷氣裡面 那這個可依反應 才能達到平衡 所以在平衡的時候 然後呢 各生成物的濃度 的係數密次方成績 與各反應濃度 或分壓係數密次方成績 的比值為一個常數 那這個關係呢 就稱作平衡定律式 或平衡常數表示式 那這個文字描述看起來 非常的複雜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用一些符號來 很快的帶你去瞭解到 平衡常數到底是怎樣的概念 舉例來說 把這個反應方程式寫出來之後 如果我們要用這個 濃度 因為都是氣體 如果我們要用濃度 來表示平衡常數的話 那我們以前平衡常數 我們用K的右下角 就要寫一個C 就KC 如果用壓力來表示的話 那我們右下角 就要寫一個P 叫KP 那我們寫出來之後呢 這是我們的公式的部分 那公式的部分呢 就可以發現 我們的這個 K的值呢 是由這個生成物 C跟珠的濃度 除以反應物A跟B的濃度 的一個B值 可是要注意的是 他們的這個指數的部分 好 它的指數 你看C的C次方 然後D的D次方 除以A的A次方 B的B次方 這個ABCD呢 剛好是我們的 係數ABCD 那注意喔 這個地方是非常 有特別的地方 一定要記好 那如果我們用壓力來看的話 是用分壓 用分壓的話也是一樣的 這個PA 它的這個次方向 就是它的係數A PB次方向主 它的係數B 以此類推 C跟珠 好 那我們KC呢 是用難度來表示的時候 KP是用壓力的時候 好 那因為我們跟這個 氣體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牽扯到 我們的理想的氣體方向是 PB等於NRT 好 那PB等於NRT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你像一下 P 就可以等於C大M 乘以RT 好 所以我們根據一些推導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關係是 KP就等於KC 乘以RT 這個ΔN次方向 那這個ΔN怎麼來的呢 ΔN就是我們的係數 後面的C加上B 去減掉前面的A加上B 好 這個C跟D的話 是生成物的總和 P跟B的話 是反應物的總和 好 那注意哦 一定要是氣態的代形 非氣態的不行 好吧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是怎麼解它 好 我們來解題哦 解題之前呢 老師把詳解貼上來 我們同學 聽老師講 然後一起看詳解 會比較清楚 好 那這個 這題的題目 要解的話呢 我們還必須要用到之前 一個化學計量的概念 化學計量是我們在化學裡面 很重要的概念 基本上後來所學到很多 跟計算有關的一個題目的話 都跟化學計量免不了關係 好 所以這個題目 我們要先求 這個按照題目的描述 我們必須先求它的K的值為何 所以我們目的就是求K的值 好 那我們最後面 才能得到我們這樣的答案 所以我們先從一開始所說的 如果一開始是2M的X跟1M的Y 那所以最後平衡的時候 得到0.5M的Z 所以化學計量列出來 反應前是2 1 0 最後面得到的是0.5 好 所以我們從反應的這個過程中 就可以知道 這個反應的末數比等於係數比 所以1比1 這個Z是1 Y是1 X是2 所以這個我們就可以得到 Z如果加0.5的話 Y就-0.5 X就-1 所以最後面的 我們得到的濃度就是 X是1 然後Y是0.5 然後Z是0.5 所以我們帶進我們的這個 KC的這個公式 KC等於什麼呢 KC等於Z會在上面 它的係數是一次方 X在下面 2次方 Y在下面 1次方 好 所以帶進去之後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 平衡常數的答案 常數的答案 1 好 我們就要解後面的部分 他說假設如果我們用的是 新平衡的狀況的時候 然後 可以 自得0.9 當成Z 那所需的X最低要多少 好 所以 我們不曉得最低要多少 所以我們就假設 一開始的濃度是X 然後Y是1 然後Z是1 最後面要是0.9 對不對 好 按照這個 反應的 跟我數比的係數比 那我們去推倒 最後面平衡的時候就是 X-1.8 好 Y是0.1 Z是0.9 那一樣 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1的數據 帶入我們的4子裡面 帶入我們4子裡面 就可以得到 這樣子的一個數據 可是因為一開始 說我們的平衡常數 已經求出來是1了 因為平衡常數只要在定位之下 它的平衡常數只是不會改變 它是一個定值 所以等於1 好 因此我們就去解個4 解出來就會知道是4.8 所以非常接近我 所以大家就選A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 拜拜